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表演之外 团圆盛响带起示范教学 乡神歌仔戏团团圆 有欢乐的气氛让小朋友认识歌仔戏 好 很抒情哦 一两三四五六七 那我们呢 在做的不是一直演出一直演出这样子 而是在于我们要把文化推广出去 所以呢只要对歌仔戏有热爱 对文化传承 有这份心的都可以来参与 同样也是凭着一股心火相传的热忱 加住台中车龙谱的张有吉 把他多年来陆续搜集的农村文物 全数捐给政府 开放给民众参观 我今天会成立这个高龙增物馆 我会开始出了点 就是第一 我农家的主地 第二 我设农校北约 第三 我农村大学 所以在这个环境中 我就是一开始想说 在这个农村生活 我看的所有用的文物点点滴滴 我们先民 比我们一会的人 英国我看着说 嗯 这个水源很枯燥 那如果能把它收起来 后来好好地保养 保养起来 我将我高龙增收藏的三千家 都管我们的公司政府 无条件的 为了文化传承 所以我关上 民间人士出钱出力做文化传承 真的让人很感动 相反的 公立的博物馆 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就格外让人失望了 位在台中市的国立美术馆 多年来几乎都没有大门 这个现象连在地人都觉得困惑 有一幅要堂堂堂堂的进来 好像说你由边门 好像说有一点小气 有点小气 听说它这个是封起来 是有风水问题 你赞成不赞成这样 因为这样而了把大门封掉 我是不太赞成 因为毕竟这是公共的艺术 公共公家的 当时要是有考量这样子 为什么大门要做这样 这样啊 谢谢你啊 生活中看起来 平常的事透过公民报道 都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 也希望更多人一起参与 PayPal公民新闻平台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